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這個日本文化史我想 其實它是一個跟中國的文化 跟東亞文明的一個發展 是息息相關的一個學科 因為我們是日文系 所以在日文系的同學裡面 除了學習語言跟文學以外 我想文化 這個廣義的文化是包括歷史、思想、宗教、信仰、美術 甚至於音樂、電影等等 都是在文化的這個範疇裡頭 上個禮拜吧 我有把兩本書跟各位稍微做了一個介紹 那一本當然就是教材 另外一本是葉老師輔助的一個教材 大概我們的日本文化會跟各位提的 有三個這個主要的型態 那三個型態 第一個主要是傳統文化 也就是在我們這個課程裡面 可能是琢磨最多的傳統文化這一塊 那第二個是生活文化 這生活文化是從傳統文化一直演變到各個朝代 日本人的一個生活的樣態 怎麼樣這個演變 它的背景、歷史的來龍去脈 在這個部分我們可能也會跟各位做介紹 那第三個部分是有關於自然環境的部分 這個自然環境是跟文化的生成要素 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講到這個文化的要事 大概有這三種 一個是傳統 一個是生活文化 再來一個是自然環境 這樣的一個要素 那如果提到日本文化 你要說它有什麼特色呢 我想我大概可以用很簡單的一個描述 各位就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 第一個是所謂的在來文化 在來文化 也就是原來日本這個民主 它原有的這個文化 但是日本這個國家這個民主 它是很願意接受外來文化的一個民主 一個國家 所以它的所謂的在來文化 要加上外面進來的這個文化 那麼兩個文化加起來 我們才可以說 在融合之後的一個新的這個文化 我們把它認定為是一個 日本文化的一個形成 我想這個是滿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在 日本文化在整個東亞的世界裡面 它是佔有什麼樣的地位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要跟各位做分享的一個內容 也就是說在整個東亞 包括中國 包括韓國 包括台灣 包括琉球 越南 這些都是在東亞的這個區域裡面 那麼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的特殊的一個文化 它的背景都不一樣 那日本文化在東亞文明的形成的過程裡面 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文化 我相信它是一個具有特色的一個文化遠遠的一支 所以這個是它的重要性的地方 我們可能要把它做一個說明 那第三個大概有關於這個 講到日本文化的一個特色 我們想到跟台灣非常的類似 就是島國 島國跟大陸在人的生活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島國有島國的一個特殊性 島國有它的特殊的一個性格 再加上日本這個民主 自古以來它就是崇尚自然 對自然它非常的重要 比如說春夏秋冬四季 它是非常分明的 前不久我們所謂的四連休 有沒有 但是三天半都被颱風關在家裡 不得出門了交通也大亂 日本有三年休 為什麼他們碰到一個叫做秋分 各位可能很難想像 秋分竟然是國定假日 秋分是國定假日 當然三月的時候春分也有一個國定假日 顯見日本對於這個季節非常的重視 那麼再來就是說它崇尚一個神道 我想各位都知道 我們等一下第一章就會提到日本這個國家的地理環境 歷史背景 人物是怎麼來的 語言到底是如何 文化怎麼形成的等等 我們在第一章的開場版裡面 會跟各位來做一個說明 那這裡面我們大概就可以去了解到 日本有一個傳統的文化 這個東西叫神道 其實各位同學都去過日本 但是到日本去做什麼 每一個人的目的都不一樣 到日本去看什麼 每一個人想看的也不一樣 我倒是建議各位學學我 因為當然現代的東西大家很嚮往 比如說沒有做過性幹線去做做看 那個速度很快 很平穩 那當然是要到那個Sky Street 所以上到最頂尖去看整個東京都 大概也是大家想要去的 除此之外 我倒是建議各位去走鄉間小路 還有大街小巷 我提醒各位去發現一個東西 因為現在其實你們都帶有手機 照相的功能都非常的好 就一邊照相 照什麼呢? 你用走路的也好 你用騎腳踏車也好 我常常是借著腳踏車 然後就這樣騎 速度比較快 還可以逛得比較遠一點 我在做什麼? 我在照四色佛飾 那你不用刻意說 我要去找哪一家四色 哪一個佛飾 你都不用 你就左轉右轉直走 你要怎麼走 隨便走 你發現了你就照 但是不是只有照 而進去裡面一定這個寺廟 這個神功 它一定有一個原有 一定有一個由來 或者是有一個Pamphlet 可以拿 他一定拜有一個神 那麼你去看看他拜什麼神 為什麼? 這個滿有趣的 比如說舉一個例子 援軍攻打到九州的北部 博多的港灣來了嗎? 日本人叫什麼? 援寇有沒有? 打來的時候 當然最後是沒有打成功了 可是我們現在到博多灣沿海二十公里 我們都還可以看到 這個八、九百年前的 援寇堡壘還存在 經過這麼長的風吹雨打日曬以後 那個堡壘大概到我膝蓋 還看得到 它現在是一個文化財 好 好 那這個死傷了很多人 日本兵也死了很多 援軍也死了很多 對面有一個自賀島 這個自賀島 我常常去那邊 怎麼講 去釣魚 那客人我就開車帶他去逛一圈等等 他就有一個叫做千人種 種啊 顧敏思義 種是什麼? 歐哈卡 對不對? 那這個種怎麼解釋呢? 就是當時援軍死傷很多人了以後 把他埋葬在那裡的一個像骨灰塔 是吧 是一個墓就對了 在那個地方 我特別爬上去看 但是呢 在日本有一所這個寺廟 它是吸收日本兵跟援軍 兩方面他不管是敵是友的當時 戰死的一些人事的一個靈魂 不是說日本人他就敗 而援軍他就不敗 他都說有這樣的寺廟 有這樣的寺廟 那他的目的其實你再仔細給他看 說不定他祈求了就是說 人類應該和平 不要再戰了 戰了以後你看看我這裡有多少人 不管是日本人 不管是援軍都不好 給後世的人有一個對戰爭 是不是應該的一種啟發 一種身形 這樣的寺廟也有 所以它是很多很多 各位可以仔細的去了解一下 回過頭來大概慢慢可以知道 這神道到底是什麼 那我剛剛講說人呢 其實多多少少都是崇尚自然 也不能說日本人崇尚自然 別的民族就沒有崇尚自然 像我如果走到人很多的地方 那要我去排隊吃一個說多好吃的東西 我大概不會去排 但是我常常看到一個拉麵大排長龍 常常走過頂颱風的時候 看到那一群人 我這個已經飽了 沒有辦法再等下去了 但是當我們走到郊外去 看到一片玉、看到一片森林 看到山、看到河的時候 那一種心情是不一樣的舒暢的 我覺得人很傾向自然可能是一個天性 但是日本人更勝於傾向自然 大概我要講的是這個 所以自然跟人在日本這個民族裡面 它有一個共生的關係 也就是說自然是生命的根源 自然是生命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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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多去探討一下Bの意識 這個東西 那這個其實滿難 可是日本這個民族 對美的概念、對美的詮釋 它有一個很獨特的一個看法 所以我也希望藉由我們這個日本文化史的 介紹的這個過程裡面 也來探討一下日本對美的概念到底是什麼 包括像五世他們對美的概念是什麼 那櫻花我們都知道是日本的國花 那麼櫻花它開的季節非常的 開的季節是在三到四月 開的時程是非常的短暫的 各位知道很短的 大概三月底一個禮拜 有時候因為氣候的變化 可能會熱的時候開的比較慢 會到四月初 總之前前後後 我其實在日本前前後後 待了十二年左右 我的感觸以前很深 現在越來越不深了 原因是什麼 四季分明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全球暖化的一個氣候的變遷 在日本也是奇奇怪怪的氣候 最近幾年都出現了 在二十幾年前我在流血的時候 簡直是讓我很難相信 尤其是第一年 那個春夏秋冬讓你感受到說 比如說九月底 明天十月一號 那你就要把長袖穿起來了 然後記得走過這個漂亮的櫻花道 才幾天而已 當你不經意的時候 再走過去的時候 不見了 一片綠 然後你再回想起來 不到十天 那個花不見了 讓你很難去想像 這是什麼花啊 那日本對於這個櫻花 它就有不同的一個詮釋 那我們中華民國的國花是梅花 越冷越開花 開了很久 對不對 我們對梅花也有不同的一個解釋 這個是每一個民主 對自然的一種不同的解釋 它其實就是我們講的生活文化 甚至於我們講說自然環境的文化裡面的一個系統 可以做這樣的一個開場白